一个题目叫可触碰的真理 Truth we can touch 那耶稣从今 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那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间 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一家 我们进入教会 就看到有许多的话语的教导 和这个 为什么我今天会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要想到说 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借着话语 也就是借着实际的操作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曾经学过数学 对吧 我们说一加一等一二或者是什么 对吧 那有一些东西是开始都是 从基本的时候都是一些实际的操作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认识 就是需要恢复的 就是在改教思想的改教运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一些 神的他的身体借着他的仆人 将我们拉回了 就是以圣 唯独圣经 为主的一个真理的教导 但是你知道在改教的时候 除了关于圣经带来的这个整个福音的复兴之外 伴随着还有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胜利之战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思考的就是不是这个战争中间的细节 比如说路德宗或者是重启派或者是归正宗他们的这个些微的差别 而是说我们来想说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要借着胜利 要设立胜利 因为今天对胜利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淡化的认识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看到网上YouTube一个什么 一个基督徒他匿名的拍摄一些电影 讲这个关于他对教会的一些反思 他听起来还是不错 愿意叫什么幸福真道 不是幸福道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会注意到一件事 他说教会好像就是 他就无形中他就觉得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同伴就是什么 祷告是团祭对不对 但是他觉得他没有提到胜利 所以他就他因为因为这里就无形中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说胜利是不是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毕业典礼 或者是婚礼或者是什么 胜利是不是只是一个纪念而已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仪式 什么叫圣礼 Sacrament 或者今天我说的圣礼就是这里前面提到的洗礼跟主餐 今天我们好像就说 这个人洗完以后 就在他可能就是为了受洗的时候 他要上一些受洗课 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在讲道的时候 很少人去刺激你说 你想想你是受过洗的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不是改教家门的人士 改教家门就是我们所说的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伟大的上帝的仆人的时候 他们对圣礼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经常会说 为什么路德宗跟加尔文当时没有合在一起 或者归正神学跟这个路德的神学都合在一起 他们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完全一致 你知道吗 最后他们不能合在一起的就跟圣礼有关 因为路德就一直跟慈离里说 他强调一样说 耶稣说这个柄吧 这是我的身体 对 然后慈离里说这是代表我的身体 不是这是我的身体 路德坚决不同意说 圣礼的词是这是我的身体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今天在华人的福音派的教会中间 我们觉得圣礼是一个necessary extra 就是是一个有必要的存在 因为耶稣命令 但是对这个东西本身 他跟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 特别是教会生活的瓜哥 就好像说可能就是吃顿饭而已 我觉得就好像不太熟悉 或者不太看重这个圣礼真正的内涵 所以我今天是叫做抛砖引 就是说我还在研究在思考 我希望就今天先一边讨论 一边把我读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因为圣礼的意义太重要了 而且不失意义 我再想一遍 就好像说我今天会不会拿出我的 我前两天在搬家找到结婚照 把灰打一打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照片不是结婚照 只是一堆纸的话 或者上面写的 像我很多tax document 怎么样 shred 但是结婚照就不太会 对啊 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这个呃就是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说当你看到这个照片要看到小儿子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很不一样对不对 你就不会说卡特卡特剪掉 你就说哎呀收起来吧 虽然用不着虽然是非纸 但是你就不会拿掉 我们对圣礼要更清楚更深的认识 那而圣礼是我们要知道 圣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圣礼的设立是什么 所以有一位作者说你知道吗 当我们想到圣礼的时候 我们先想到一件事情 圣礼有三个 有两个圣礼对不对 那第一个圣礼就是跟谁有关 所以他说当你想到圣礼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一想到圣礼 你就想到洗礼 先想到洗礼对不对 那这个礼就跟我们人的败坏有关 他说我们一想到圣礼就知道 上帝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 所以圣礼在设立上 所以在圣经中 大家你知道我知道 我自己刚开始做基督所的时候 我就很不习惯的一件事 就是经常圣经中拿出一句话来说 这句话现在还是适用的 比如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什么 都说什么 在上帝眼中一个一人也没有 可是使徒保罗用的那段经文是什么经文 好像诗篇还是哪里 这是诗人的诗意的表达 可能会有一两个好人 对吧 因为圣经中也谈到有义人 可是使徒保罗说上帝的意思 真的没有一个义人 但是我跟做基督徒日久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实际上 当圣经上帝对人的评论的时候 就像耶稣说 你们尚且不好 耶稣说你们尚且不好 是指谁 是指门徒 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是挪亚的时候 他讲到一句话 就是在双世纪中 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最大恶极 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 他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 心中诱伤 耶和华说我要把所有的 所造的人 兽 爬行 动物和天上的飞鸟 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请问我不觉得 这个当时上帝要毁灭的这帮人 是穷凶极恶到了极处 我再讲一遍 当时上帝要灭的这帮人 不是我不觉得他们是穷凶极恶到了极处 为什么 因为人要被审判 不是因为人是坏到不能再坏了 而是因为人什么 就像罗马书中说 人亏欠了神的荣耀 甚至我可以想象说 那时候的人肯定会有一些的 比如说一些的关爱 一些的共同的 比如说乌托邦的理念 一些的 比如说我不知道那时候 有没有什么 这个 homeless 但是他们肯定中间 不是都是充满着 这种凶杀 极度的残暴 极度的这个冷漠 不会的 但上帝却说他们终日所想的禁度是恶的时候 就回答了一件事情 在所有非以上帝为荣耀的宗教中间的善都是恶 所谓的恶的意思是什么 都不是以上帝为核心的荣耀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 因为这就是水 洪水的来源 今天我从 Saint-Matteau 开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什么 那边下雨到这边没雨了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往东湾看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彩虹 小朋友 你看见那个彩虹吗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奇怪 彩虹是什么 是个记号 是一个Science 是一个Science 所以就像我说的 那个照片虽然很旧了 但是你如果 还是要好好保存 你不可能把它烧掉 也不能把它剪掉 对吧 大家都还记得 以前有一个六四的照 那个照片的时候 当人把国旗 放在地上去烧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 至少我们很爱国的时候 都还什么 很不高兴 很不爽 这是一个代表 虽然那个布本身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为什么 所以这些都指向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对今天 我们对很多的人 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中国人说的 这个对记号 非常看重的民族 一个受造物 所以就像我今天 所以当挪亚看到 当上帝看到人的恶的时候 他就设立了一个审判 而这个审判 只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记号 你看他说 上帝说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有气息的血肉之躯 但是呢 我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子 儿子 妻子 媳妇 都要进入方舟 然后二十三节说 耶和华除了 除灭了地上各类的生物 包括人和牲畜 所以第一次圣经中 提到了一个 水 一个审判 第一个审判 就是什么 全大方位的审判 不是小方位 小方位的审判 就是有亚当跟夏娃 稍早的审判 那是一个代表 但是大方位的审判 就是洪水 但是你知道洪水 是水既是什么 既是审判 也是什么 也是创造 水是可以造的 所以在上帝的这个水 是上帝的灵 在什么 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的风 或者上帝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 水 也就是说 这个水是创造跟毁灭并存的 因为只有在什么 请问洪水中间 有没有 有没有人得救 所以这个水既是灭 所有的世界 也是什么 救 相信的人 所以水是双重的作用 审判跟什么 拯救 然后除了这个 挪亚之外 我们就看到 下面一个 就是出埃及记的 出埃及记 当前面是整个人类 所以重新毁灭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就接着挪亚跟他的子孙 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 中国人也是 不是 不是老美国人之 我们都是挪亚子孙 然后呢 就看到摩西 然后当然我们也提到彩虹 就是上帝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 然后我们就看到摩西 神使用摩西来什么 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从哪里过的 是从红海经过 对不对 但是他怎么经过 经过的时候是海水 什么 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OK 所以水变成他们的什么 保护 保护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们走过之后 怎么样 这个水去变成什么 洪水 就变成洪水了 所以你看水又是 在上帝的手中 这个洪水不再是 不再仅仅是一个审判 而且对他 信他的人 跟随他的人 带来拯救 所以埃及的军队就被洪水吞灭 然后很奇妙的是 摩西的继承人 约书亚 进迦南 约书亚怎么进迦南的 约书亚说 上帝的约柜要先什么 在你们前面走过去 所以是祭司 排着约柜 当他们脚踏入 约旦河的时候 而且这时候约旦河是什么 水是高过两岸的时候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什么 没有下雨的时候 对 祭司的脚踏入的时候 约旦河水就什么 退去 两边就离去 又什么 又有干地 然后祭司就站在中间 以色列人是看着祭司走过去的 祭司站在地不动 耶和华为他们开路 又为他们什么 断后路 这个水的功能就很重要 所以水就对比这个干地嘛 因为前面红海也是走干地 然后进迦南也是走干地 这个水 它的功用就是非常清楚的 是上帝使用这个水来拯救他们 然后到了新约 我们就跳过了 当然中间有很多 新约的时候 到施洗约翰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耶稣 的先锋 施洗约翰 他来传一个 他来传洗礼 为什么 他要传洗礼 或者说 这时候的洗礼 刚才大家已经讲到了 代表什么 是谁来受洗 一般 有罪的人受洗 有罪的人受洗 对吧 但是呢 犹太人也去受洗 这是很少见的 不可能的 为什么当时 约翰传的洗礼 叫洁净的礼 就像刚才大家一会儿 水一想到就是洁净的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喝饮料喝多了 都不好 最好就是水 水的洁净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 因为整个犹太人 都经过了红海 都经过了什么 约旦河 圣经在 保罗在新约的时候 说到 这些人象征着 他们经过了洗礼 他们从云里 从海中经过 受洗归入摩西 那所有当时的 这个外邦人 就是敬前的外邦人 想信靠犹太教的人 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他们想要入犹太教的话 或者他们想要 回到这个 被犹太人接纳的话 他必须要承认说 我是肮脏的 因为施洗 受约翰的洗 叫洁净的洗 就是他必须要强调说 犹太人 因为他有受割礼 所以割礼就表明 他是神的选民 他已经借着那个信心 或者盟约 他领受了这个割礼 好米饭都拿来了 适合米饭谁要的拿 你放下好 没有米饭不是油的好 你是进水流海 你不要拿那么久 OK 所以我们继续讲这个洗礼 洗 现在讲到约翰的洗礼 前面讲到挪亚 讲到摩西 讲到耶稣亚 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约翰的洗 他就说 是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因为说这里谈到的洗礼 是洁净 洁净是什么意思 不是手肮脏了去洁净了 洁净 而是什么 而是道德的肮脏 而是没有信靠 或者没有追随以色列的神 所以当时来领受洗礼的这些犹太人 都看到说通常是那些 对自己最很敏感 当约翰传讲那个时候 你要知道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约翰的是四百多年的城 就是没有先知来的 所以当约翰出来的时候 呼吁人悔改的时候 上帝就让他的以色列人中间那些 对他们 他们想亲近上帝 却不得见上帝 为什么四百年没有先知 没有话语传给他们 所以当约翰穿悔改的洗的时候 他们看到约翰的 这个就像那个伊利亚一样 对不对 就要穿着骆驼毛之的 然后吃蝗虫野蜜 他不需要上帝来养他 他这个 所以他们就去 去约翰河里受洗 那这个受洗 我可以请问一下 我忘记了 我忘记洗洗约翰 他叫大家 说来要悔改 所以要受水洗 是的 他的典故是吗 他的说服力是什么 他的说服力 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民族 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不是生而受割离 在犹太家中 被犹太的母亲教导长大的话 那你要进入犹太教的话 或者是你要来 被这个犹太的祭司 或者什么接纳的话 你必须要什么 进入这个悔改的习 然后悔改的礼 然后可以得以亲近上帝的百姓 所以这就是 约翰河他这样说 然后大家都相信 不是大家 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 那些宗教的精英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 那个犹太民族 是很期待 这个上帝的先知出现 大部分 尤其是那些 还有那些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都去 所以他们说 你知道约翰传福音 不是去像我们今天说 哎呀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 人多的地方传福音 比如说我们去华斯市里 他是在没有地方 他是在没有地方 他在旷野传 人家去他那 他不去人家那 他是可以说 最成功的一位宣教士 对吧 但是因为 这就是因为他很有说服力 不是 应该是上帝的灵 在他身上 圣经上说 从来不是靠人的口才 但是他不是说服力 而是他的神的灵 就是约翰是从母腹中 就可以认出主耶稣的那一位 所以这个 识习的是从约翰开始吗 不是从他开始 而是从他来 我不说吗 他那时候就有人为人施洗了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 而且是以先知的方式 出现是从他开始 对 但是以前都是 就像我说的是 当时的一个 就是犯一犹太教的手续 所以一般犹太人 不会去受约翰的洗 不会受 应该说一般犹太人 不会去受 这种外邦人受的洗 因为他们就不需要 他们不需要 对 他们已经是这个 他们生下就有 身上就有割礼的记号 他们从小都是 就像我说的 我以前住在一个犹太老奶奶家 他那个时候 这些泡子不能用 为什么这些泡子一用了 他就不能用 因为这个泡子碰过猪肉 我们中国人那些 他就说 他这些东西 他很清楚的 他用过就不能用 你洗干净 我们都会 开水烧烧 拿锅烤 这个杀菌了 他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洁净 就是不洁净了 就再也不会 不光是不吃猪肉 龙虾 那个clam什么都不行啊 不说什么不吃什么蜂蜂 当然都有 还有啊 还有海鲜 海鲜大部分是不解释 猪是那种什么蜂蜂 对 当时你可以看利维基 但是今天不讲 但是我的意思说 他们是非常serious的 我们今天觉得 为什么serious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 背朝天的都吃 不是的 it's life and death to them 就是他们有一个 boundary marker 因为他们是守旧约了 所以你知道 这个约就很重要了 我今天不讲圣约了 但是这个约就好像说 约不是一个paper 就像婚约不是个paper 然后圣约也不是一个paper 那么简单 今天不讲约 但是讲这个洗礼 洗礼就是以这个形式 就在当时受洗的人 真的是 就是说因为犹太人 他从小就悔改嘛 我们今天说 为什么教会老讲 这么多悔改 犹太人就很清楚 要悔改 他从小就是 就是献祭 就是表明什么 赎罪祭 赎钱祭嘛 所以洗礼 在当时只有 只有泛医的人 比较去 泛医犹太教的人 但是约翰传的时候 所有的犹太人 就看见说 哦 我可能身体有割力 心里没有割力 他传的 他其实他也不是外邦人 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 当然只有犹太人能传这件事情了 但是你说 那一般的犹太人不会来给约翰施洗 因为他是外邦人 他不是外邦人 他只是一般的犹太人 他在他们自己的教会已经受过洗 没有 他们从 犹太人不受洗的 这是一个 他不是这么说 他不是说因为 约翰传的 他是说 犹太人 这个 他从小就有割力 他从小就 他不会受洗 外邦人因为没有割力 所以需要 对 外邦人因为没有 这个受洗 就代表他把以前所有的污秽 还有他信心来跟随 泛医犹太教 就跟随耶和华上帝 他以后就会不再沾染不洁的东西 这都是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hold deal 不是说 我今天犯疑犹太教 我过两天要去吃烤猪蹄 No 那你没有犯疑 你知道的意思吗 我今天相信共产党 明天相信国民党 再下一次跟随 You know whatever whoever Right 所以It's not 那个不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约翰的习 我就在讲 在当时 在他之前的时候 在他当时的时候 当他出来之前 还没有出来 之前 犹太人是不受洗力的 因为他从 就像彼得见到异象说 主啊 我从生来就没有吃过不洁的东西 这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看我们外邦人 是不洁的 真的不洁的 你洗得很干净也是不洁的 他们不是只是follow传统不吃 他们真的是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不洁 就是很清楚的不洁 If you have touched it 你就是不洁 There's no 这也不是discrimination 就是这样 You have no way to cleanse it You have no way to cleanse it 你现在也没有大祭司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解以后就永远不解了 OK 回到这里 所以当约翰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 大部分人去受洗 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四百年没有先知 这位先知出来 而且这个先知 一个神迹都不行 这个先知 不是去这个集市中传道 是在旷野 没有人地方的讲道 人家去他那里 然后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翰河里受他的洗 然后但是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所以我们开始思考 施洗的含义了 那当然耶稣就来了 耶稣来了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翰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然后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当然这个是马可福音的记载 在其他福音书中 有一个记载 就是施洗的含说 我应该去你那里受洗 你怎么还要到我这里 然后耶稣说什么 不是 你要许我 对吧 让我可以进诸般的义 那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跟他的洗礼连在一起 首先这个洗礼我们看到说 这个洗礼 圣子在一个罪人 虽然是他的开路先锋 约翰的手中受洗之后 他首先这里强调一个 耶稣移上来 从水里移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圣经告诉我们 圣子跟圣灵 然后呢 还有圣父 你看到声音 就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洗约 耶稣为什么需要受洗 好 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 对啊 所以在改教的时候 说天主教那时候 七个礼 但是从新约 新教开始 就什么 说耶稣所设立的 就两个礼 第一个就是什么 受洗 刚才我记得 我讲的那句话 我不知道新 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 就是 他说 你且许我 我本当如此 让我什么 尽诸般的义 什么叫尽诸般的义 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问题 耶稣 是以什么身份受洗的 首先 人普通人 普通人 能不能更好一点 耶稣怎么称呼自己的 耶稣 你这样讲就好了吗 耶稣圣经在新约中 有八十多次 对啊 但是你要圣经的话 人子 因为人子 既是人子 也跟 但以理书的人子 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耶稣 自己称呼自己 比如说 你怎么称呼我 元长老 对啊 但应该叫元伟弟兄就好了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对自己的称呼 是我们今天从远处来 思考一个很重要的 他称自己为人子 所以他是以人的身份 对吧 理书的普通人 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是真实的人 福利秀说他那时候其实不是神 他没有神性 谁说的 他有啊 我知道他一直都有 对 对 那可是如果这样 他就不需要受洗了 很好 我们来了解 为什么他要受洗 因为是他说 他这样受洗是对的 他这样受洗是合理的 因为他不受洗 就有一些后果的 实际上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 因为我们对洗礼的认识就关乎着 我们怎么跟在这个洗礼中间来 想到我们自己的洗礼的意义 来激励我们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功课 所以首先耶稣是以人 真实的人 受洗 但是你说的非常好 就是耶稣他又是 我就是你要记得他还是神 他的神性在是隐藏的 但是不是没有的 他不是一个性格分裂 他只是隐藏 他是一个不相混淆 不相交换 不相什么的 有四个就是加克顿信经的 但是他是真实的神在人身上 真实的神跟真实人 但是受洗代表一个洁净 对不对 你刚才说他没有必要受洗 我们都同意 因为受洗要代表洁净 耶稣是完全不需要洁净的 但是你说 有人来问了 耶稣会不会出汗 是不是要洗一下 这个我就不回答了 耶稣是真实的人 怎么会没有吃喝拉撒睡 圣经上这些都不是 洁净不洁净的关键 洁净不洁净的关键是什么 罪啊 洁净是跟洗礼 是跟罪有关 耶稣是无罪的 他不需要受洗 那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洗呢 你看 你看首先 受洗我们先看 圣灵降在他身上 表明怎么样 表明他这个受洗好不好 是好的 好 而且还有十一节说什么 天父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在一生的中间 有三次上帝说话 还有一次是在登山变巷的时候 还有一次我忘了在那里 但是这个首先我们看到 圣父圣子圣灵都说 perfect awesome 那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 首先洗礼代表洁净 耶稣不是不洁净 但他却洗礼 我在回答说 耶稣的受洗指向十字架 可是多此一举啊 等一下 听我 我们 我想问大家 这里很多是一家受洗的 我是在一家受洗的 一家受洗的时候要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受洗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那是救必得救 那是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跟他同时同埋葬同会 所以你看到洗用又很重要 我们要进去水里面 对不对 然后上来 刚才讲到水是什么 审判 毁灭 水是什么 淹没所有的火物 水是把法老的军兵淹没的 水是把挪亚以前的那个世代 除了挪亚一家之外 所有的或者是除了帮州里的 全部都毁掉了 你进入水代表进入什么 代表进入死亡 所以水 你从水里出来之所以不死 或者之所以有新的生活 新生的样式 代表什么 耶稣在我们里面 Exactly 就是你的进入水里是代表老我 你要立志 或者说借着你的行动的顺服 你是要立志凭信心把老我埋葬在水里面 然后让耶稣在水里 你可以这么说你在水里的洗去的那些污秽 耶稣要进去 要把他吗 要把他带上 就在十字架上带上 这是一个形式还是一个真实 很好 Yes 我的回答就是Yes 就是 我是为了让你讲 所以我才一直问你问题 很好 对啊 我希望这样好的互动 Yes 既是形式也是真实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我今天要回到的 就是神的真理 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洗礼 而且这个洗礼不是 我们就过了就过了 好像今天弟兄姐妹受洗 我们只是 我就在想哎呀 我要再等 比如说我现在在 那是一件事情 但是那一天的很多的敬拜都没有了 就是说敬拜程序都缩短啊什么的 我是希望以后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受洗 要更加的深刻的认识 因为对我们自己要认识 回到这里 耶稣的这个洗就已经象征着 他做的这个进水里出来 就是我们以后进水里出来的表征嘛 表象嘛 对不对 他是批带我 他是不需要洗 所以他进水里是什么 是带我们的罪嘛 对不对 他必须死嘛 水象征死嘛 从水里出来象征活 对不对 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有新生的样式 对不对 我们进入水里是从死入生 他进入死里是什么 象征着什么 他为我们 他必须要死 但是他不会只是死 对不对 因为他既然舍弃 他也有权柄自己拿回来 他是唯一可以有权柄拿回来的 所以你看 这个就了不起了吧 因为我们的主都会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就知道有些人说 我相信基督教 但我不愿意受洗 好好了解一下 我们的主是什么样子 你真的相信 你就不会说 原则说起来 我也不鼓励这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讲 中国的基督徒在那种环境下 他们受洗的时候 应该是越跟主耶稣相向越好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全身浸泡打 然后跑到河里去 对啊 今天呢我们后来说 哎呀我身体不好 我们来个点水礼吧 我要想 就是说如果你想象婚礼的话 我们今天 哎呀我的budget不够 我们来个drive through婚礼吧 哎婚礼重要还是洗礼重要 毕业典礼重要还是洗礼重要 洗礼 然后脏礼重要还是洗礼重要 洗礼 脏礼已经不关心了 对啊 这些都是会过去的 所以这里是我要说的 人家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 当你真正相信 你甚至说我借着洗礼 经历上帝的能力 我生病 着洗 因为我相信神啊 神接我去就好了 就不接我去让我起来 我就经历他的了 奇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洗礼 让大家觉得rush rush rush 就好像我们这个入党宣誓 离婚和绍兴队员 我来中国台湾不知道是什么 我真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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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down slow down do you understand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形式化 所以大家越来越觉得 我为什么要走个形式 我要去洗礼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back to the basics 我们最核心的根基 祷告 读经 洗礼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不好好跟大家讲 我们亏欠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到比较 比较那个 理事感比较好啊 anyway 那个是做是另外一件事 不 我就说这样的话 就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 我就一直看着 我就觉得特别的一个 随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就不想洗了 是啊是啊 我知道你 另外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反映给其他的 焦目同工 因为不是所有人 对这个这么看重的 OK 或者看重 跟真理的角度判重 是跟两件事情的 就像我说的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但你要真正了解 这个的时候 你对洗礼 你对圣残 我今天还要一会儿 有时间讲点圣残 是非常不一样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说这是可触摸的真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但是在受洗那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 那个moment 圣灵才来洗 其实圣灵内住 不是在那个时候 not necessary 就是不是一定在那个时候 但是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像我说的 你如果做得 很好的预备的话 很有可能就在 休息之前 那一段时间 或者因为你存 敬畏的心来领受 这些的时候 你的重生会 不得了的把握 不确定 因为我觉得很多 我们rush的时候 这些人可能真的 没有重生就已经洗到 可是ideal 应该是说 其实你已经觉得 圣灵感动你 所以你只是在 在借由水里的这个形式来招告 因为你有信心 但是你听我讲 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 对 请问 中国古代的那种 就是只赴为婚的方式 是不是被大家诟病 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要自由恋爱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按照那种以前的 有一些的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 有原因 因为他们会看到 两个门刀户队 或者一些东西 对吧 一些家 你配过了 回到 所以你看我一讲 你也知道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当这些东西 并我们有一些 现在的想法 我再讲一遍 不一定是错 但是只是 我们这个19世纪 20世纪 特别说 才有的 以前的不是这样看的 以前说 他们凭信心来领受 上帝拯救我的确据 那个把握是要不起的 就好像整个人 就是完全活过来了 就在基督里活着了 我们今天 哎呀 来一次 Go through the motion吧 问个问题 我去以色列晚的时候 在约旦河那边 他们真的有组团 飞到那里 去约旦河里 真的就要更重行事 就很 所以我就说嘛 所以我回到 我们新教很堪称的 就是要 真理上要很 越来越清楚 你才去受洗的时候 你就会很不一样 整个生命就不一样 就好像你要 你有预备 你有思考 你然后 神的道就会 神的灵就借着 他的真理来预备你 然后你在受洗的时候 的精力就会成为 你一生中一个 非常大的祝福 但是我想说的是 并不说 为了追求那个精力 因为你可以在 真理中有亮光的时候 你可以回想 你的受洗 是你得救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 你刚刚说有些人 他觉得他得救 他确信了 但是他不愿意经过 这个洗礼呢 所以我不说嘛 因为没有 他需要来上 我跟他讲一下 受洗班的意义 他们是不是觉得 对他们是觉得 太行事了 所以一般世俗人 走的行事 我不走 我们讲台上不讲这些嘛 我请问过去十年 你有没有听到关于洗礼的 更深的思考 讲到 那个 Ban他 他会 人家要觉知 他都会叫去办公室 谈一谈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谈多深 对 我希望就是说 所以我先让我们的平信度 怎么有受洗班呢 我 yes 受洗班你是要决定受洗了 你才去受洗 也不一定 现在都可以了 现在目到的受洗病座 而且受洗班也不容易 因为他有很多material cover 关于专门讲受洗 我就讲这个可以讲 应该三堂课能够讲得很清楚 更清楚 今天我只是 只是 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 要不就先把受洗讲得更清楚 这个是了不起的 你在受洗的预备的过程中间 在受洗中间 甚至在受洗的时候 你如果思想上准备好了 知道受洗的含义 思考耶稣基督的顺服 和他的洗礼 和思考十字架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 就是一生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转变 因为你可以经历 因为神是真实的 怎么真实 借着可触摸的水 借着 还有 我今天还 可以 再讲一下 接着这个可 进入的水 你知道这个 请问 这个洗礼受过以后 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 他以后要再想 实洗的话 需不需要 第二次实洗吗 对 你想知道 你怎么知道 第一次没有 因为我们教会有孩子 他说在我们教会 他就受洗了 对不对 然后去到一个教会 去教导他这个受洗的含义 他就非常的excited 然后他想再受洗 那个教会居然同意了 你觉得需不需要 不需要 你觉得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需要再洗一次 可以啊 不是需要 可以再洗一次 但是我觉得 我信的上帝是 so trustworthy 他不是根据你什么时候受洗 而是根据那个受洗所带来的 promise 有没有运骗在你身上 现在有个问题啊 现在我们都吃的是八十负 哪有可能说受洗的时候能了解到像你讲的那么深刻啊什么 现在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讲完并不想是你要再受洗 人要去受洗 他迷迷糊糊 拿圣经读了多少 不可以 原则上尽量不要 你要花多少 人来讲 达到你讲的那个境界 事实上也有困难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是实际操作的问题 我是希望帮助我们来 借着对受洗的认识 了解我们的受洗 了解上帝的 在这个洗礼中间所赐给你的应许的宝贵 那你可以再讲一次说 再一次受洗的没有必要或是什么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或是为什么有人觉得他 因为受洗 首先你要想 受洗的时候你是奉谁的名 你是奉吴牧师的名啊 还是这次是扑的名受洗啊 我们奉谁的名 什么主的名 不 什么主的名 我奉什么 那请问 那你人受洗 是不是奉三位一体上帝的 那这三位一体上帝掌管什么 是掌管你受洗的那一刻呢 还是你第二次受洗的时刻 他才掌管 你一定要这样想啊 是什么时候 Exactly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或者真正的 你相信 虽然你的信可能随后面来 不需要我再受洗 因为上帝是现实的 所以假设 你自己前面没搞清楚是你的问题 但是你后来回想 其实上帝是信实的 对 你说的一点不错 对 就好像这么说 因为上帝没有搞不清楚 是你自己 对 而且上帝拯救是没有后悔 就好像说你一个小孩 遗落在外 很多年之后他回来了 他的性格跟你很不像一样 但是他还是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不会说 怎么办 把他缩小再养大 不是吧 对不对 你像天主教一些 家里有个小孩 小小的时候出生 每个人就受洗了 你不能说等他成年以后 然后我搞清楚了 我自己再起 因为有的不算 对 反而有的不算 长大要自己觉智了 可以在一起 那是奸细体 具体的 我们就不谈各个宗派的仪式的 但是我要想 没有受洗 这个人也可以得救呀 就是说这个 很好 是一个necessary的 对 一点不错 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要对受洗 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就好了 就是这个洗礼 不是一个仪式而已 就像他在问的 是真实还是仪式 答案是 是 都是 而且都是necessary 都是necessary 如果光是真实 没有那个仪式的话 请问 对这个得救的人来说 他实际上他缺少 他失去了一个祝福 就是这个洗礼的assurance 洗礼的见证 洗礼的很多的好处 对吧 但是 如果只是仪式 没有真实的话 那就白洗了 但是David说也没有错 就是说你没有受洗 并不表示你没有得救 当然 实际上想到也没有受洗 对 所以说 但是 但是 和你是如果你是一个被神得救 你会希望藉由这个方式 跟神经历一样 然后跟他联合 跟耶稣联合 也就是你自己受洗 我觉得是自己受洗之前 有些人可能走行事 有些人可能 就像我那个时候 很久你知道 袁卫山老老一直追着我 受洗的事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特疑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觉得 他没有 没有 啊 没有没有 我刚才就 我就觉得说那个 因为我看太多就是来我们教会 就是或者说甚至来没多久 然后就去受洗了 我就觉得这就有一次嘛 然后我后来又一次去了那个 拿到船票 然后就做 对对 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就觉得 而且我们后来我们确实说实话 以前我们教会那个受洗呢 比较好一点 自从换到这边呢 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 换到哪边 啊 以前在那个 在祖堂那边 在那边 啊 在那边的是 不是 那边你知道大家都坐在那种感觉比较好 现在就坐在你吃完饭 把桌子收一收 你说前面那个设计池是吧 对对 有没有设计池 有有有太旧了 不太好 不太保护 不是没有是有 对 他们就没有用 但是最早我来的时候 他们是在那边的 我觉得还是 我就在那儿设计池 对对 然后搬到 后来我来没多久 就搬到这边来了 然后你就特别 特别儿戏的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也是去那个 去那个澳大利亚 我的亲戚也是 这love story 他在那边也是做这个 船道士 后来做了牧师什么 他就真的特别辛苦 从带几个人开始 他建了一个堂 完全在做 然后对 他那个时候 他在我看他们就是在那个 海里受洗 对 澳大利亚的海边嘛 你应该是哈佛费 对 然后他们是去海里受洗的 然后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说 这个受洗 你会不会带这些人受洗 你真的觉得他们信吗 还是怎么样 他说这个东西 他就 他回答我就是说 你要觉得他是遗事 就是遗事 你要觉得他是确信 他就是确信 他说看你自己受洗的人 然后对 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是 那个我那次回来以后就是 往后是圣明的工作 对 就是说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 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 受洗的人是 就是说每个人是怎么想的 你只要确定你是怎么想的就可以 你是不是按照受洗的所说的那些相信 这是我想讲的 就是说受洗 为什么要伴随着话语 也就是当你说奉父子圣明的名的时候 就好像你 我们在婚约立世的时候 对不对 人的话语一言九鼎再讲一遍 不是什么君王 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有上帝的形象跟仰视 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 我们虽然会毁约 但是当我们凭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领受神的印记的时候 那是对看重记号的人 一个了不起的把握跟确定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彩虹的话 我们就想起上帝的荣雅之约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那个婚礼照片的时候 再一次坚信我要 我要履行我的婚约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看到手上的戒指 这些东西你不会说 No problem No big deal 我出去去 我把戒指拿掉 让人家不要知道我结婚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彼得前书这段经文 我们来借着这段经文 再看刚才那个问题 到底是仪式还是真实 比如前书第三章 他说就是那些从前就是 耶稣他去死后复活的时候 去讲这个跟 他说那从前在挪亚玉北方舟 神忍耐 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这是接着十九节 下面这句话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只有挪亚一家四八口 这水所预表的洗礼 你注意看 洪水预表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你们 看一看 死活 死从死入生 不是除掉肉体的误会 而是向上帝恳求 有无亏的良心 圣经所强调的洗礼 是除去人犯罪以后 亏欠上帝的良心的那种软弱 你可以有什么 无亏的良心 就是帮助你说 当魔鬼控告你说 看 就像那个 我们说 你又犯罪了 看 你又不来教会了 看你又没参加祷告会 看你又没有去团祭 看你又不读经祷告 No 你说什么 马蒂洛德说 跟魔鬼宣告说 滚 退到后面去 我是受洗的基督徒 请问他这无辜是 Unashamed Unashamed 没有亏欠 Unashamed 也不感到罪疚 因为我们在洗礼上 归入基督 所以归入基督的死 除去了良心的亏欠 那请问一下 他说是欲表 对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 那请问一下 当时被这些洪水都淹没的人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就是那八个 对 那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没有被救 对 但是那八个人经过水 他们没有经过水 他们不是跑到船上吗 对 整个船在水里 整个船在洪水里头 对吧 那可是其他没有 没有在水里 不是 所以吧 对啊 那是那些被洪水淹没的人 反而没希望吗 那怎么没有被救 你这个弄错了 这个船代表什么 方舟代表什么 对 方舟代表基督 所有的八个人 是进入水中 他身体没碰到水 但是他们是什么 藏在基督的身体中 什么 进入水 方舟是代表象征的基督保守他们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保罗在哥伦多前书也讲到说嘛 里色列人从云里从海中经过受洗 请问他们过海的时候是过了干地还是湿地 是干地啊 为什么他们受洗 因为水就在他们周围啊 他们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什么摩西的杖上帝的保守他们 受洗归入摩西 我们受洗归入什么基督嘛 所以那八个人是受洗 藏身在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洗礼也不见得要烦到水里啊 对啊 就是我的意思说 嗯 但是水是耶稣社 就是到底 因为你刚刚请问就是有没有触及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 所说触及就是说是一个physical的 对那可是 可是像那个你刚刚讲的过洪海还有过刚刚那个 对 都没有碰到那个水 但是有水气啊 哈哈哈哈 而且水就能够粥了 对不对 那个那个 对吧 你要掉下来 他其实就进了水里 只是没有 他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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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真实的感受 所谓的touch 你给一个这么说 我们现在牧师没办法帮你分开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一打他 然后这样你就转走 没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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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是我们教会的 没有这个能力 哈哈哈哈 再使用这个能力 我们就没有mega church 哈哈 所以洗礼的内涵就是说 借着洗礼上帝要叫做reenact 就好像是一个一个 重新借着一个实际的运作 来表明上帝应许的真实 然后有人说 有一位神学家他说 这是福音在三维空间的显明 因为你是 我们在这个水中是可touch的 就像我在这里用的那个婚戒一样 对吧 那是Janet的吗 那不是 那是我网上找到 不过他真的 Janet跟他很像 真的跟他很像 钻石很大 对啊 旁边还有钻石钻石很大 照片 至少有一点多克 很大很大 yeah anyway 所以就说 这是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sign 一个记号 而且是physical 经历的 这个经历就是当你受到控告的时候 你说我是属基督的 因为我是信而受洗的 这三维是什么意思 三维就是 三维的 还是空间的 对啊 对啊 就是一个在 他为什么不说四维 他为什么不说它包括时间 时间是我们时间不能跟他跟过去相交啊 但是空间的 没有就是神的时间是没有前或前 你等一下也可以解释 对不对 他可以说其实那也是永恒的 是啊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 所以洗礼的内涵是很宝贵的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 借着洗礼中所宣告的提醒我们 或者也让我们有这个 一个上帝相信上帝的应许必会成就的经历 所以我们虽然会软弱会跌倒 我们虽然基督徒也有其他的挑战 我最近跟一位弟兄谈 他说他可能要跟他的太太分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当他跟随神的时候 上帝的应许总是保守他 脱离一切的控告 OK好 所以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看到第二章 耶稣的这个彼得传道之后 彼得传道的时候讲什么 那些众人听到这个传耶稣的这个就是五旬节 对吧 觉得扎心就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所以请问这个洗礼 是不是你可以欢取救恩的洗礼 不是吗 洗礼是什么 领受救恩的洗礼 所以我今天还没有讲一个 就是以后面可以看到 跟后面的圣餐是一样的 洗礼是你不能自己洗的 我们所有真正的恩惠是被动的领受 是被动的领受 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Exactly 我说要 但是我在要的时候要谦卑地说 我求的是那个印证 那个真实的不改变的灵里面的印证 对 就好像说我不是说吗 早一期的以前的18世纪以前的教会是没有说你要我就给你洗 就这样的 因为他希望你不要自欺欺人 因为万一你觉得你得救了 但是你实际上没有得救 那你以后你说我已经信过了 我觉得信的没有什么帮助 实际上你从来没有信 所以以前的教会不做这种事情 后来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发明 所以他们是真正被圣灵重生感动之后领受洗礼 所以今天我可能就停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这只是一个前面的一个稍微长一点的introduction 以后我们会再有机会再思考 但是我们今天只想到水 还有另外一个圣敌就是丙跟碑 丙跟碑 这个是不断什么重复的 只等到主再来 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思考丙跟碑 好不好 所以丙跟碑就不可以一次坚持就好 丙跟碑是因为另外一个象征 洗礼象征归入耶稣 丙跟碑我今天讲一下简单的 就是说因为丙跟碑就是 碑就是 血啊 不是光是血 约嘛 地的手地的约 对啊 水也是约 水是身份的转变 丙跟碑是nourish 或者是喂养我们的 丙是什么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是我们生命与主的联合 所以丙象征于我们从耶稣所领受的一切的供应 包括话语的供应 包括物质的供应 碑象征着我们生命与它联合 就是我们是什么 生命学习顺服基督 跟它联合 那为什么需要renew 它是 所以这是一个 它不是renew 对 那它为什么要renew 要renew 对对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每一次 初期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 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有联合的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命的灵性的成长 是会需要养分的 丙跟碑是一个什么assurance 是一个养分 因为从丙跟碑所领受的是什么 是属灵生命的茁壮 还有属灵生命的捷径 碑是让我们把生命跟基督的生命联合 然后倾听它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就像前面这个水 水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从前是误会的 后来是什么 收起归入基督 要有新生的样式 但是我们仍然会什么 犯罪 对不对 当你领受丙跟碑的时候 你就想到基督的 我们所犯的罪 因为我们继续相信领受丙跟碑 然后借着信心来认罪 因为丙跟碑之前都要有 现在都已经提到要 你们要什么 要先自己什么 那叫什么词来的 格林罗前书是一章的那个 醒茶 醒茶的过程 就是我们借着丙跟碑 为什么要先醒茶 因为借着醒茶 我们就把我们的过犯 因为跟基督的联合 基督的死不及死 就我们过去的罪 不仅就我们现在的罪 还有以后的罪也会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他一直联合 所以他就能够继续除去我们的良心的亏欠 继续除去我们的恶行 不仅是恶行的代价 因为我们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们怎么除去恶行 因为我们醒茶 我们就想 我们我虽然最近又 比如说又犯了一些嫉妒凶杀 但是我就学习 这个在这个领受丙跟碑的时候 我说的凶杀就是恨弟兄 圣经上说恨弟兄 就是嫉妒凶杀 凶杀就是恨 耶稣说你想恨你的弟兄 只要你骂你的弟兄是魔力 你都要难免受地狱的火 所以指这个意思 心理骂就是 当然心理骂 当然不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在丙跟碑的醒茶中间 你就会捷径 学习捷径 用神的 用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 来想到说他的身体为我破坏 就是什么 我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继续来 这个担当我的过犯 担当我的悔性 所以这是一个捷径的过程 醒茶就是一个捷径的过程 叫自洁 圣经上说自洁 什么是自洁 不是去起来去河里洗个脑 那河里不行很脏 在家里浴缸里泡很久 那我那不叫自洁 圣经所说的自洁是良心上的自洁 灵性上的自洁 神道话语对我改变的自洁 今天就暂时讲这一部分